观众朋友来关心气象了 今天上半天全台湾天气状况都蛮好的 不过比较特别是大概下半天 甚至北台湾现在外头 已经开始在打雷乌云飘出来了 先来看看现在正好是台东热气球嘉宁华的时候 早上下午都有场次 天气状况好的话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 但要注意防晒 今天高温各地像是新北还是有出现37.3度高温 体感温度多来到42度 全台湾都是眼热的 我们刚刚提到注意午后雷震雨 你可以看到像是今天明天都要特别注意 午后雷雨会下的比较剧烈 原因是太平洋高压减弱了 还有一个冷心低压靠近台湾 所以各地要注意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 那下一张图我们要告诉大家 太平洋高压减弱的情况下 也代表着7月中之后呢 我们台湾要慢慢进入台风季了 你可以看大概在7月15 16 现在看起来系统已经有预判出 可能会有台风生成 会不会靠近台湾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我们会持续的带你观察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